現在騎電動自行車跟電動機車的人是越來越多 所以在這方面的交通規則也有對立改變 10月前一開始只要騎電動自行車就要在岸上沒有了 而且這騎車的速度也不可以超過25公里 也不可以自己來黑白改正車輛 那是幾個上官將會發到5400塊的發金 民眾就要特別注意了 要戴安全帽這樣比較安全 警察拿到檔來向世界的民眾來選擇到 10月1號開始電動自行車 新駐路的交通規則來讓民眾了解 之前是不知道洗電動車要戴安全帽 現在10月1號開始就是 不管你洗機車洗電動車都要戴安全帽這樣比較安全 現在騎到電動自行車跟電動機車的人是越來越多 因此在這方面的交通規則也有優勢改變 10月1號開始只要騎到電動自行車 就要在最安全帽 騎車速度不可以超過25公里 以及黑白改正都會為貴 上官會發到5400塊 那你如果更改電動自行車基本裝備或電動裝置的話 我們會處罰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 行程速率25公里的這個部分限制的話 我們依法取締900以上1800元以下的這個部分 和發緩 那第三點 駕駛人未戴安全帽的這個部分 來進行處罰300塊的發緩 市民上的電動機車跟電動自行車是駕駛得很一樣 只要電動車沒有算電力40公斤以下 輪到的車輪就是電動自行車 不用駕駛到的駕駛 但是要半十八歲才能駕駛 基本上是滿18歲啦 這個電動自行車是沒有一個駕駛限制 但是還是我們會看它的身分證 那如果18歲才可以騎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還是會做一個開法的動作 那這裡組三分局呼籲各位大眾 那騎乘電動自行車 10月1號開始有一個新修正的主罰條例 那還是請各位駕駛人做一個配合 我們到官警察局第三分局也表示 未來路修配合國大和黨 以及力氣到後方和社區來進行選擇 讓民眾來瞭解新的交通規制 也讓大家騎車時要遵守交通規制 注意安全來保護自己也保護別人 記得按鈴上傳播多